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增长 不会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快速 T.I.在土耳其政变失败之后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不得不重新评估所有的管道项目 以便找出最佳的方式去出口天然气 那么你可以为我们详细地谈论一下吗 好的 首先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天然气运输业务 要比天然气生产业务更加庞大 即使它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公司 但是全球32%的天然气 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来运输的 那么他们目前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重新评估未来几年 中国市场的天然气需求状况 他们正在西伯利亚建设新的管道 其中一条巨型的管道 将会被用来连接远东地区 和中国东部地区 但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小幅地推迟了计划 管道还是会建设 但是容量会被下调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增长 不会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快速 尤其是和2014年签署合同时相比 那么关于土耳其西项目呢 这是非常有趣的新闻 在土耳其政变失败之后 目前的情况是 这是之前的南流管道项目 现在项目已经重启了 新项目叫做土耳其西 根据网站资料将会修建四条管道 我不认为会有四条管道 我觉得会修建一条 用作快速通道的管道 将会在2020年之前建成 最后那么北流项目呢 北流项目的情况 同样是相当有趣的 因为在经历了地域性干扰之后 几家原先想要加入 这个项目的欧洲公司 有五家公司都决定 不再加入该项目了 因为这不符合欧盟的竞争规则 所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成为了该项目的唯一参与者 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决定继续进行这个项目 已经预定了管道 马上准备开始施工 这条管道预计 仍然需要到2020年之前 才能够完成 关于北流项目 有意思的问题是 谁还会加入 以怎样的形式加入 以及如何进行合作 因为在几年前遇到的问题 让南流项目宣告失败 一方面的问题是 如何能够达到欧盟 对第三方能源商 和管道承建商的监管要求 而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 管道的起始地点是俄罗斯 还需要受到俄罗斯监管的批准 而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还需要继续和布鲁塞尔 柏林以及莫斯科进行商讨 我认为通过新闻 来关注该项目 在接下来几年中的走势 会相当的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非常地想要完成 南流和北流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在2020年 和乌克兰并不存在运输协议了 所以他们需要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所以这种解决方案 要么是土耳其西项目 要么是北流项目 好的 就像你说的 我们都对进一步的发展情况 十分地感兴趣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访谈节目 请前往杜高斯贝电视网站 为我们点赞吧